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短语结构语法 那么短语结构语法 它是用来描述语言 也就是描述字符创集合的另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种手段 就是用正则表达式来描述字符创的集合 也就是描述语言 那么短语结构语法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描述 那么它是通过一些导出的方式 一些规则从最开始出发 然后一步一步导出这个语言当中所有的句子 也就是这个字符创集合当中的所有的字符创 那么短语结构语法 它是一个四元组 我们知道我们构造一个离散的结构的时候 通常会用这个有序组的形式来进行表示 那么这个私人组就说 这个短语结构语法它包括了四个方面 V1 S V0和一个二元关系 那么其中的这个V它就是我们用来构造 这个字符创的最基本的材料 字符集 那么V当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S S是V的一个子集 我们把它称之为终结构 而V减绝S剩下的部分称之为非终结构 那么所谓的终结构 就是说将来这个语言当中的每个语句 就是字符创集合当中的每个字符创 它只会由终结构构成 而这个非终结构只是用来做这个中间导出的一个中间结果 它用来表示中间结果 那么最终呢 它都需要把所有的非终结构替换成这个终结构 才能够得到这个语言当中的句子 最后这个导出这个符号呢 它是一个二元关系 是一个V星到V星的一个二元关系 那么称作为产生式关系 那么它都是由这个W导出W匹这样的一个产生式来构成的 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写成一个二元有序组 然后它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产生式 那么它就组成一个二元关系 对吧 那么W导出W匹 这个呢表示说W可以替换成W匹 那么我们分别呢就把W称作为左部 W匹呢称作为右部 那么这个呢是说可以替换的意思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符号 V0属于这个N 就是它是一个非终结符 那么称作为初始的符号 或者叫做句子符 那么V0呢就是所有替换的起点 我们所有的这个字符创的产生 或者句子 语言当中句子的产生 它都是从V0开始进行逐步的替换的 那么具体上来说 在V星上另外有一个二元关系 它是基于这个刚才的产生式关系来定义的 那这样呢就可以使得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导出进行连续的进行 因为产生式关系呢 它所包含的产生式数量是有限的 而数量是有限的 你即便是从V0开始 那么你是如何去替换 那么也是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所以呢我们从产生式关系 定义一个所谓的叫做直接导出关系 那么它也是V星到V星的一个二元关系 称作为X直接导出Y 那么它这个定义呢是说 可以把这个X这个字符创分成三段 LWR这三段 那么如果有这个W能够替换成W'这样的一个产生式的话 那么而且呢正好Y呢也等于LW'R 这个LR呢分别是一样的 是两两相等 它XY呢它的区别只在于 X单的中段是W 这个Y的这个中段是W' 那当然LR呢也可以是空创 这个也没问题 那么凡是满足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么就称作为X能够直接的导出Y 这就是一个替换的一个过程 从一个字符创利用产生式关系当中的某一个产生式 然后呢可以给它导出成另外一个字符创Y 那么这样的一个导出 那么导出呢它可以有一系列的这个导出 比如说X能导出直接导出Y Y呢又能够直接导出Z Z呢又只能够直接导出其他的字符创 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这个导出关系 直接导出关系 做一个传递必包 那么传递必包的这个定义呢 我们可以见参见在我们讨论这个划分的时候 在讨论和划分的时候 那么它对应于这个等价关系的这个并级 但是呢并级以后呢 为了保持传递性 我们做了一个传递必包 这个TR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直接导出关系呢 也做一个传递必包 就是导出了 就是可以导出 那么这样呢 我们最终就可以定义一个 什么是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 对于这个S星 也就是说它只包含这个终结符 只包含终结符的这么一个字符串 它是不是这个语言当中 语法正确的这个句子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语法 那么就单且简单 从V0开始 就是整个的替换开始 V0起数符号开始 能够导出这个W 如果能导出W 那么这个W就是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 如果不能 那么它就是不符合语法的这个句子 那么这就是短语结构语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短语结构语法的例子 我们把这个终结符S定义为 有这么六个词 张三礼四 深情款野 歌唱奔跑 这么六个词是终结符 那么非终结符呢 就包括了句子 主语畏语 动词 副词 这是非终结符 那么产生关系呢 有这么些 那么句子呢 就是它的起始 就是那个威灵 所以句子呢 可以替换为主语畏语 也是两个非终结符 那么主语呢 替换成张三 那么这样呢 这个产生式的右部 就是一个终结符了 主语呢 也可以替换成李四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右边 也是一个终结符 然后畏语呢 变成副词动词 其中副词呢 可以变成深情的 也可以变成款野的 那么动词呢 可以是歌唱 动词也可以是奔跑 那么这样呢 这个产生式关系当中 就有八个 这样的一个产生式 有八个产生式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依据 这个直接导出关系 来生成句子 我们从句子开始 因为句子呢 只有一个这个 它在左 它作为左部的 这么一个产生式 所以呢 它就只能 直接导出是 主语畏语 然后主语呢 可以是导出 直接导出成张三 或者李四 我们就挑选了一个张三 然后呢 卫语呢 还没有替换 然后再把卫语呢 替换成副词和动词 那么在副词当中呢 可以原分不动 但是动词呢 我们可以替换成奔跑 那么这样呢 就变成了张三副词奔跑 那这个中间 这样的一个串呢 它是属于V星 但是呢 它不是属于S星 因为它当中包含了一个 叫副词的 这么一个非中介符 所以呢 我们还不能够把它 当作是一个 语法正确的句子 来看来 不能是一个句子 最终呢 我们需要把 所有的非中介符 全部都替换成中介符 以后 它才是 这个合乎语法的 这么一个句子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副词 替换成款演的 那么最后呢 得到这么一个句子 它包含了三个字符 张三是一个字符 然后款野德是一个字符 奔跑是一个字符 那这样呢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 符合语法的 这么一个句子 那么这样呢 直接导出关系 我们有五步 这样的直接导出 那么最终 如果我们用这个传递必包 把这个传递性 给它加上去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呢 可以从句子 导出这个张三款野的奔跑 那么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纸由终结符 构成了这么一个字符创 那么所以呢 它是满足我们刚才 那个定义的 所以呢 张三款野的奔跑 是符合我们 这个语法 就短语结构语法的 这个定义的一个句子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最终导出的结果呢 就称作为合乎语法 G的这么一些句子 所以这个G呢 就回过头来 我们看它包含了四个分量 它是一个四元组 有这个字符级 有中结符 有这个导出符号 然后还有这个产生式关系 那么这四个东西呢 组成了一个语法 一个叫做短语结构语法 这么一个离散结构 有这个语法